再看 现疆局总预算五度卡关 立法院表决蓝白在挡下 谁卡总预算 村里长恐怕领不到慰绕金 然而还向政府关切想要加码 这太可恶了 这些慰绕金当时讲个实在话 我在当部长的时候 因为村里长都是内政部主管 我们当时为了这些 奋战了很久 现在终于要给他们 可是如果这个总预算没过也没有 他们现在还想加码 加码就什么 就讨好村里长 想要在选举的时候 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去讨好 所以这显然很离谱 所以阿坚怎么来看呢 勇哥第一点 这个确实韩国瑜在话 这样子这个 有没有意义的时候 确实台下他们是一片寂静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立委到账 你照顾都没有立委到账 那这样我们这个提案就应该通过 就过了 我们就应该总预算要复位 他这就好像怎样 好像去文主公拔败 拔没败 要拔到有败就对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人喊了四次 再看一下 八七变 拔两变 拔三变 拔到有败就对了 拔到第四变 人家喊说没有 韩国瑜再继续问有没有意义 没有 人家再问有没有意义 没有 三次没有那就过了 总预算就过了 结果他不是 第四变 第四变 有没有意义 结果国民党来 赶快有意义 让我们进行表决 这个没败要拔到有败 所以这个实在是 我认为在民主政治 如果到这样子的程度 是谁不遵守民主政治 或者民主法治 第二点 我认为更让我们觉得 实在是很痛心的 就是说 他们竟然五十八票 那怎么样 国民党其实有几个 根本没有来 民众党的八票 全部支持他们 否则啊 国民党今天跟我们是一票之差 那民众党这八票 你看哦 柯文哲图力贪赌 到这样子的地步 我们是法治的国家 我们国家当然要用司法 来追溯他 不是这样吗 结果司法追溯他 他们民众党在 黄国璋带头之下 他就 你司法追溯 我就政治报复 所以黄国璋带领之下 他们民众党 比国民党还热 他们就是要兴风作浪 所以今天在场 第一声喊 我们听到在现场 那个韩国瑜喊 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意义的时候 第一个进来喊那一声 有意义的是民众党 反而国民党 三三来迟 天哪 你看这种 那我们倒不是说 你声音早或晚 而是如果韩国瑜真的遵照 我们议事规则的话 民进党今天这个预算案 早就通过 早就复毁了 这个对国家社会是正面的 总预算案 总预算案可以这样子搞吗 这是攸关到整个国家的立场 我先让大家看一个 今天的一个标题 谴责中国军演恫吓台湾 美国的五角大厦官员说 判台湾的立法院支持国防预算 所以总预算案里面有国防预算 在里面我们的潜舰我们的战斗机 我们的飞弹等等在这里 中国都要打我们了 他把总预算挡住 让我们没有办法做潜舰 做买战斗机等等 所以我要问的是 这国民党觉得冲上 为什么我们自己如果不保护自己 美国为什么要保护我们呢 所以连美国的国防部 大家都讲说台湾的立法院 你们真的要赶快把这一些 你们该保护自己的要有 你看看对中强硬表态 英国的首相都讲话 挑战北京在台港的行政 所以非常非常 他直接就挑战他们 所以从这里来看 我要让大家看 所以百分之七十的国人 是赞同耐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所以台湾民调 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赞成七十点八% 不赞成二十点一% 现在民进党的支持者 百分九十三赞成 国民党也有五十五%赞成 民众党也有六十九%赞成 可是民众党跟国民党 他就敢跟你卡关 违反民意 所以民众党 国民党 蓝白合起来 违反他们自己 支持者的民意 他都敢这么干 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韩国瑜很奇怪 他每次他要说和解犯 然后结果呢 应该行政 应该这个立法行政中立的 他完全做不到啊 你当你喊了三次之后 你就按照议次规则 你就应该要喊这个所谓的 这个通过了 复委了 可是呢 这点行政中立 他都做不到 那你还到处要找什么朝野和解 或什么 或什么吃 找谁吃饭 我觉得根本就很无聊的事情 而且总预算 然后那个蓝白就说 你们都是每次都不让或怎样 事实上整个预算权 就是在行政院的手上了 而且行政 我昨天问了立法委员 他也讲了 其实行政院已经有让步了 在这个这个 进法补偿上面 因为有立法 所以他们会让步 但是另外两点 这是决议 那个不可能让步的 如果让步就没完没了 你行政院随便做个决议 我我 不是立法院随便做个决议 做个决议 我行政院就要照做 而且那个决议 没完没了 那个决议竟然说进法补偿 每年由三万变成六万 一下子跳一倍 换句话讲 谁跟老人这样 对啊 所以说 你有依法的 他可以让 但是没有依法的 他就绝对不能让 否则这行政权是给你玩假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能够 包括这个罗廷伟 罗廷伟这个当时 要这个党要要要要反对的 反对跟不跟蓝百不一样的时候 不是被被这个押去道歉吗 他他后来道歉的时候 他说他心中也没有什么东西 他心中想到了 只有地方建设 所以总预算跟地方建设 是那么重要啊 对啊 然后跟他讲的国防预算 也跟有跟有关系啊 这是台湾的生命 对啊 难道你们要代表中共 来卡我们的国防预算吗 讲难听一点的话 讲到如果做到最后 你是不是要背负国防预算 阻挡者的角色呢 所以逼到行政院长卓龙泰 他说 如果蓝白继续卡总预算 若不得已将对进法补偿 申请示线 所以换句话讲 卡预算绝对是有问题的 是不应该的 大家都在问 尤其大家看到立法院的这些 尤其今天看到了 美国五角道下 希望台湾立法院 赶快通过你们 支持你们自己的国防预算 你不能 美国已经无偿送我们很多了 上百亿以上的军需 他是无偿提供给我们 送给我们的 你们要做潜见 也帮忙你们 所以换句话讲 台湾的潜见对我们台湾 保护自己多么的重要 都在国防预算里面 显然的 以前马英九挡了几次 六七十次 现在他们继续在党 所以 永恒 党总预算 牵涉到我们的国防预算 所以美国都讲话说 你们都不保护自己吗 自己预算都不通过吗 你们潜见要做 你们自己要花钱 这国民党是在变什么 对 其实美国人 他们已经看出这个端倪了 我们台湾还在吵吵闹闹 我觉得美国的 这个国防部的官员 是藉由中国军演 这一次来放这个消息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军演 这是军演假的 就是他针对这个祖国认 演一下 但是美国也跟他沟通过 反正说你演一下 跑一下龙套 让你行进瓶 对国内有交代 然后我们就跟你顺一下 军演演假的 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美国的官员 讲了这一句话 支持台湾国防预算 为什么 判立法院支持国防预算 为什么 你要知道总预算挡下去 有多少的事情 没有办法做 不要有一些 国民党的立委都在骗人 说什么 我争取地方的 不要骗人 所有东西 中央所有做的 都是地方在享用 不然谁享用 每一个地方 不是台湾的一部分吗 每一个地方政府 不是中央政府 下面的一个政府单位吗 所以都一样 关键来了 挡掉总预算有什么 对国民党来说 对民众党来说 挡掉总预算有什么好处 我不觉得他真的是为了 那个什么原住民的 那个那个违线 我等一下讲 挡掉总预算的好处 第一个谁最好 谁最高兴 老共最高兴 我们本来编列了很多的预算 包括这个军事采购案 包括我们的国机国造 国舰国造 对不对 全部都卡掉了 全部都卡掉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本来要扶国立民 包括给公务员军工教 加薪的部分 也全部都卡掉了 第三个 所有地方的建设 从高速公路到 到到到县市道路 到这个轨道建设 全部都卡掉 那谁最高兴 国民党最高兴 他就要让你四年没有建设 不过这样子 加凯 其实美国其实早就评估 在2005年 你看20年前 台湾就必须要有那八艘浅舰 所以那时候美国总统 卖给台湾八艘浅舰 是美国要直接卖我们 包括品质各方面 他要做保证 所以买英九就是不买 让我们台湾的国防力量 一直衰退下去 就一直衰退下去 好了 现在总算要 我们要自己浅舰国照要出来 后面的七艘 第一艘当然已经开始在测试了 后面的七艘要继续 我们的国机国照 我们的永英号也已经出来了 还有相关的 你看我们的熊山 我们的天弓天剑 这些都是中共最害怕的 尤其我们的熊山 这些相关的飞弹 是可以媲美鱼叉飞弹的 所以国防预算 在总预算里面 难道台湾的安全不重要 所以卡国防总预算会贼 人家说这就是刚刚刚 永文说的 你是在帮助共产党 其实我们可以从去年的总统大选 蓝绿白三个政党提出来的 所谓的提升国防 我相信没人会故意要去卡国防预算 蓝绿白都绝对支持 只是那过程监督的方式不太一样 回过来看总预算现在还在退回 还没到副委嘛 但是重点就是在了 我觉得自由的标题下来很对 到底是谁在卡总预算 很多人说是蓝白 那蓝白会说那是绿在 或是行政院在卡的总预算吗 难道你的让步是要去申请示线吗 所以这点是我觉得蓝白 在野党的立场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诉求就是说 你可能少编 那你要要嘛就重编 你说你不编 你不能重编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说你就是有瑕疵 已经过了条例 你没有编在里面不管是几趴 或是不到一趴 那重点是说 那假设你不能重编的话 你能不能提补偿的一个方案 来弥补这些已经通过了条例 那重点是蓝白 我们只是经由说互相尊重 你没有尊重我 那我还是继续把你退回 没有到副委嘛 对不对 那是绿的立场 行政院立场说 那我们就申请示线 我记得下一个礼拜一 礼拜一要去协商 就在协商之前 民进党的总照也好 或行政院院长就说 那就是针对 进防条例 我们去申请示线嘛 所以这里问题 没有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下 其实大家都希望地方更好 台湾更好 中华民国更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 互相尊重的基础的时候 我觉得人民自有评鉴 到底是蓝白在卡 还是执政党在卡 我相信各个大家自有评断 预算怎么来看 高金素美 你到底是在帮原住民发声 还是这样也帮习近平发声 不要忘记了 你在2024年的6月的时候 还讲我们习近平 为什么这么讲 你甲介高 所谓原住民的 所谓的进法补偿的 这个相关的条例的 本来相关的所谓补偿 如果现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选区的立委 包含王世坚 说我定个条例 说我所有的大同区 每个人加发三万块 要求你行政院 我定在法律里面 这样大家可以吗 当然是不可以啊 而且他定了所谓的进法条例 他上面没有写上线或底线 你可以定一个条例 比如说我六万元为上线 或六万元为底线 他直接明显的直接写说 我就是六万元 你行政院就得编这个六万元 这个东西就是侵犯了行政权 编列预算的相关权利 如果这条行政院如果让步 我说真的啊 吵不完啊 王世坚可不可以主张 说大同区每人加发三万 定在所谓的 不管什么条例里面 定一个大同区发展条例 这样子不是搞得没完没了吗 而且国民党如果你真的要让行政院重编 你应该就退回了嘛 我不断的说 国民党这次对于总预算的态度叫做 不过 不审 不举嘛 什么叫不过 你就不让他过 本来你可以相关对于原住民的保护 你进到委员会里面 你可以用附带条例里 说如果你没有编 我可以冻结你所有原住民委员会的预算 那你就得编嘛 行政院再退委员 但是你也不审 你不在委员会审 你怎么提出你相关的主张 这第一个叫做不过 就是不审 第二个叫不审嘛 第三个叫做不举嘛 为什么呢 你们就在程序委员会跟院会里面玩来玩去 到最后呢 预算就停在你们立法院了 全民在看的是立法院的责任还是行政院的责任 当然是立法院的责任 因为你们连退都不敢退嘛 你们有退回给行政院嘛 不然你们举手表决 全部退回给行政院 叫行政院整个重编嘛 你们也不敢 所以国民党就是不过 不审 不举 完全不表态 但是他们听的是谁 听的就帮忙的 就是习近平的意见嘛 我都说十月叫光辉的十月 你们就是在十月份要演给习近平看 等到十月份过 你们最好不要过 最好不要过谁会急 卢秀燕会急 蒋万安会急 侯友宜会急 因为县市长 你们比蓝营的县市长 比绿营多更多 所以庆皇怎么来看这个总预算 你看看 尤其我们的国防预算是这么重要 我们的潜见 国机国造 还有我们相关的飞弹这一些 要保护台湾的 所以队中强硬表态 英国首相强硬表态 我挑战北京在台港的行政 而且前首相苏纳克 还呼吁他们的外长 拉米 访中国的时候 必须公开谴责 围台军演 人家这么多国家 尤其像英国在欧洲等等这些 这是这么大的 德国等等 所有的国家在支持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蓝白国民党跟民众党 在卡我们的国防预算 让台湾不能保护自己 不然这是什么在野党啊 这不叫做忠诚的反对党 他一点都不忠诚 反对党当然要挑战执政党 但是你必须对国家忠诚 所以反对党必须是忠诚的反对党 我发现我们的反对党 忠诚两个字不见了 他只会反对 对不管你要怎么反对 你要先注意到对国家的责任 所谓注意到国家的责任 是你要先体认到 台湾现在面对到 是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所以对台湾来讲 一个是你对面 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整天在欺负你 第二个是他欺负你的时候 那你必须要在这个国防 跟武装上面去强大自己 武装自己 然后同时在外交上面 争取国际支持 好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自己要强化 自助而后人助 人助现在都已经出现了 就你看到美国的力量 你看到欧洲力量 大家陆续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奇怪了 那台湾自己的自助在哪里 我们在讲自助而后人助 奇怪现在人助都已经来 就自助自己 还自助不起来 请问是怎么回事 好那再来讲自助的问题 现在你会发现 对台湾来讲 这个预算的问题 牵动到台湾自己的国家安全 好那问题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对于预算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好好的让预算 你就把该交付委员会去审查 去委员去审查就好了 那你现在呢 就挑了几个点 挑了包括我们看到 那些补偿的预算的部分 这两三个点 坦白说连健保点值在内 那个都应该是另外拉出来 独立去协商的事项 而不是为了这几个事项 卡住总预算 用四个字来形容 这叫应曰费时 那你就觉得很奇怪了 连我们都知道 一般人做事的时候 不能应曰费时 为什么在国家大政 在立法院的总预算上面 你反而是用应曰费时 在处理国家大政 而且更妙的是在这个地方 应曰费时 你如果说这个时候 人身强体壮 你这个时候 不吃东西也就算了 忍一下就算了 不是啊 你现在面对到的国际环境 是你很需要的时候 你需要赶快强化自己 跟壮大自己的时候 结果这个时间 自己在自己国内 闹情绪闹别扭 自己对自己应曰费时 那我请问一下 你这样对选民 对民众 能够交代的过去吗 所以永宏 除了这个 你看 现在70%的国人 赞同乃清德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权利来代表台湾的 这一件事情 做出了民调 连国民党的都55%支持 民进党当然会最多93% 因为他当然支持 他们自己的 选出来的总统 民众党又69% 所以换句话讲 当无权代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而又要打台湾的时候 国防是多么的重要 怎么可以卡国防预算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也要让大家看 中国他的施压 无所不用其极 南非 他施压南非 所以南非政府 跟我们的政府说 没有协商余地 要求我住南非的代表处 10月30号搬离首都 从Pretoria 你要搬出 搬到首都以外的地方去 这实际上是 认真说 这又是中国 对台湾的打压 他是两手策略 所以习近平在演习后说 对台湾要加强交流 我看他的重点 应该是在第二句 要跟美国做好朋友 因为美国现在在军援 包括你在对台湾 蟒蛇策略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 也是在蟒蛇策略 在跟你缩起来 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 真的很生气 怎么来看呢 其实中国对于 台湾的这个打压 从来不会是说在什么 谁的时代才这么做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大家只会说以为国民党 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可以沟通 我跟你讲 国民党沟通是无效沟通 国民党沟通是钻到 他的那个架构里面 就是在他的一中框架里面 做久了就跟温水煮清卧一样 煮到有一天 你已经跳不出来的时候 就整个陷进去了 他们在南非搞这个事 其实不是第一次 在更早之前南非跟中华民国还是邦交国 我还记得最后一任的大使 好像是陆以正大使 对不对 后来就这个就是中国就把他断掉了 那时候中国策略 我要开始一个一个把中华民国的这个外交关系都给他断掉 我请问一下 中华民国外交断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 是老蒋的时代 不是在陈水扁 不是李登辉时代 汉贼不两立 对嘛 汉贼不两立的时候 那时候非洲国家全部都断掉 所以我觉得面对中国这个 我们要很清楚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要展现一个很高度的团结的力量 那团结力量 就是要让中国很清楚知道说 台湾人都觉得你不能代表台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团结力量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预算 那预算里面 我讲的预算包括建设 包括社会福利 包括人事薪资的增加 以及包括国防支出 那就是刚刚益山讲的 我觉得高金演这一套 就是演给 演给这个习近平看的 就是要挡 挡给你看说 你看我可以挡 而挡到最后挡到什么 挡掉台湾的建设 挡掉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 更重要挡掉台湾的这个军事支出 我们的国防产业的建构 这都很严重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